我們今天就要還原這些絕世樂的最基本的原版的歌曲是什麼 帶給大家來聽 所以李昌洛基斯跟奧斯坦和特末斯坦的這些五大名劇 我們在第一場講座音樂會道中就會介紹給大家 然後再來呢還要介紹給大家是大家都聽過西城故事 大家都聽過酒店 這個由伯恩斯坦還有非常知名的音樂劇製作的哈魯普林斯 他的這個作品呢其實在六零年代在這個百姥蕙第一次遇到危機的時候 他們給百姥蕙帶來了新奇一下 我就是多次公平 我就是你的名人 這也是非常之謂的一個黃金時代 而60年代過後 每一個在白老鵬劇場的這些工作者 都希望我們能夠求新求變 不論是在劇本的設計上 在歌曲的創作上 甚至在舞台燈光模型的這些協調上 都要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新的氣象出來 所以70年代來到了 大家都聽過的這個名詞 就是概念音樂君的時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ne who keeps tearing around One who can't move 這個Sand in the Clowns 你發現他的旋律其實都是一樣的 可是他裡面有很多內涵 然後是在跟上其他的 有的音樂劇裡面 他比較多的在這個情感上面起伏 可是Steven Sondheim 常常在他的旋律裡面 沒有給你這麼大的起伏的空間 可是你必須要用很多的內在的精神跟感覺去詮釋 在這次的四場音樂會裡面 事實上我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你想要真正認識 什麼是百老會音樂劇的傳承跟傳統 Sondheim的這場第三場音樂會千萬不可以錯過 第四場我們就要回到長期以來 跟Sondheim音樂劇打對台的 就知道我們常會說 這不是一個世俗跟清流的一個對台嗎 其實也不盡難 他還是有他非常有價值的地方 那就是安德里的位於尾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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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aste imagination Silently the senses Abandon their defences Slowly, gently Night unfurls its splendor Grasp it Sense it Tremulous and tender Turn your face away From the garish light of day Turn your thoughts away From cold, unfeeling light And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night 那我在這邊掛保證打包票 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而且會讓你一場接一場接下來看 不虛此行 那個瘋歌劇呢 在去年結束的時候 已經230多部歌劇聽完了 那我們這一次四場 你要跟我們聽幾齣歌劇 跟音樂劇 這一次四場將近 應該是超過了12部音樂劇 超過12部音樂劇 超過12部音樂劇 那如果歌劇院 持續支持你 我再任的時候 持續支持你做後面的3年 那你覺得 那當然要往200部音樂劇賣進來 你說的嗎 當然 難道 第一 Onun